每个想要结婚的女孩 就要在头发上抹上一坨牛屎 这不仅是代表女孩美的象征 更是代表女孩成年结婚的象征 涂抹的牛屎越多和越光亮 就说明女孩越漂亮 要是涂得少就没有男人看得上 这里是安迪拉的原始部落 他们常年与世隔绝 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俗 来到这里也能感受到他们原始的生活气息 牛羊也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主食 就连房子都是用牛粪和木头搭建而成 这样就能防止木头中间的缝隙透风进去 他们还有特殊的习俗就是牛粪涂抹头发 毕竟从古至今每个女人都爱美 而他们也不列外 但身在原始部落的他们没有现代的化妆品 也没有其他的装饰品 他们的生活非常淳朴 根本没有金钱来往这么一说 所以牛粪就成了他们用来化妆的物品 脚上也会戴上特殊的脚环 戴绿色的就是还没结婚的 后面这种戴白色的就是已婚的 都是女孩作为美的象征 头上抹的牛粪也是经过处理后的 选那种晒干牛粪敲碎后烘干 然后再磨成粉面 再加水进行搅拌 就跟和面做馒头或者面条一样 最后再将处理后的牛粪涂抹在头发上 等变干后就变成硬邦邦的一坨 他们一辈子不能洗头 黑色的牛粪加上他们黑色的皮肤 无不彰显着女孩的高贵与奢华 无论从什么角度观看 都能看出蕴藏在女孩身上的那种美 第一次涂抹牛粪时 也会感觉头上奇养无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慢习惯 变美后的女孩也会更加高兴 在女孩没结婚前 也绝不允许其他人摸她的头发 结婚后也只能丈夫碰 在天气热的时候会招来很多的蚊子 来的蚊子越多也代表越受欢迎 如果是没成年里的女孩 只能佩戴藤条边的脚环 所以是否成年和结婚都有着明显的标志 要是有了小孩后的女人 会把头发编成鞭子 这个女人生了四个小孩 就需要把头发涂抹牛粪后编成四个 她的这个小孩是第四个 所以辫子也编成四个 只是没成年里的小孩不需要涂抹牛粪 随着他们爱美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的还在头上涂抹一种红色的颜料 采用的是一种粉色的粉末 然后再加少量的水 水里还要加适量的牛油进去 这样不仅能使牛粪发型变得光鲜亮丽 还能展现出女孩的高贵与气质 或者这样才能完全展现女孩的美 这样的习俗他们已经传承了上百年 他们都为自己的美感到引以为傲 那么作为女人的你 要是让你成为大美女 你愿意在自己头上涂抹一坨牛粪吗